曹孟德同关战马超,让马超给杀得大败,这么一位显赫的曹丞相,在两军阵前直落的是格须气袍,胡子也割掉,大红袍下的也脱了,就那样,马超也是苦追不舍, 他跑到路边几棵羊树前,曹丞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感情这叫七棵羊,路边孤零零就是这么七棵大羊树,他想在这歇一会儿,马超已经到他背后了,凝枪就刺,曹丞大叫一声,有马声掉下去,让马超把曹丞刺死了,没有, 那么咔嚓的一声,那枪刺哪儿了,刺那树干上了,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的劲儿的,那枪尖整个刺进去百分之八十,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就是两个人核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洋树啊, 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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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班安上马 继续跑啊 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 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 就起不出来了 他得用力往下拔 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 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 那马超也不舍呀 用枪杆子狠狠 抽了这坐马一下 这马怎么一撒花油打后 不用追上来 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 那神经都木了 曹操心说 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 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 多心心 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 人家能饶得了你吗 就在这时 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 反则马超 休伤无助 随着这喊声 有一员大将拦住了 马超的去路 谁呀 曹洪 他是举刀就劈呀 马超是挺枪迎战 那曹洪血气翻钢 刀法纯熟啊 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 只走了三十几个回合 刀法就乱了 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正在这危急的时候 夏洪渊杀过来 他们双战马超 这时会曹兵是越聚越多 马超一边打着用眼 这么一撒嘛 曹操不见了 马超也无心恋战了 一带坐骑 向铜关的方向跑下去了 夏洪渊和曹洪啊 也没敢苦追 马超回去了 回去回去吧 我的天哪 这匹野马 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 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 大伙找了半天 找着了 曹丞相啊 在那石头旁边那草坑里边那蹲着呢 夏洪渊和曹洪过来 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 扶上了马 回到大营 来到大营才知道 幸亏曹人聚守了营寨 不然呢 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 哎呦 重将都过来了 全给曹操道经啊 一边道经 一边瞅着曹操那下 谁也不敢乐 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下 曹丞相不在乎这 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该摆谱的时候 得摆 丢人呢 也是长事 曹丞相又乐了 哇哈哈 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 确实也很危险啊 这马儿十分凶猛 老夫闲一闲 受了他都暗算 大伙一听还暗算呢 人家明扎 什么暗算呢 谁跟丞相抬这杠啊 曹丞看了看曹洪 嘿嘿 幸亏是曹洪啊 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 杀了曹洪 老夫今日 命也休一 吩咐人 重赏曹洪 曹人 功赏过伐吗 曹丞刚赏完了几将 就听有人来报 报 报上来 马超讨战啊 曹丞用手这么硬龙 他想隆隆胡须 什么才没了 众将也笑了 曹丞自己也乐了 嘿嘿 他又来了 哎呀 这是真干呢 别理他 免战牌高悬 从今日起 深沟高磊 绝不出战 众将一听 泄气了 咱们 咱们丞相叫人马超 给打怕了 从今儿个起啊 深沟高磊 不出战了 把免战牌挑出去了 马超领着军秀 在营前大骂 探报进来 骑兵丞相 马超在营门外骂阵 曹丞一听 微微一笑 嘿嘿 他不嫌费力气 就让他骂去呗 来 鸡骨杂肢 不要理他 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骂阵 你们就敲骨 这叫什么主意啊 一连十天 曹丞一仗也没开 众将议论纷纷 我说 啊 咱们丞相叫人马超 给杀破胆了 马超连连来骂阵 怎么就不出战呢 这也太难了 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 咱们这锐气也太减了 这议论让曹丞听见了 立刻声仗 哦 立位 我不与马儿交锋 老夫自由主张 我正在逆定圣敌之策 你们在议论什么 整个营中如有严战者力战 谁要说出去打仗去 杀了他 吓得中将都不敢言语了 大伙心说等着吧 等着丞相这圣敌之策吧 过了两天 有探报来报 兵丞相 马超在同关增兵 又添了两万西凉人马 哦 哈哈 来得好 中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 也奇怪 怎么人家同关马超增兵 咱们丞相反倒乐了 没明白 咱问问不行吗 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 曹丞一听什么 你们问我笑什么呀 为什么听见同关增兵 我反倒乐了 就是 哈哈 军机不可泄露 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 等我升马超之后 再和你们说也不吃 中将一听 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 看来现在丞相 让马超给吓晕了 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 人家天人马 他还傻乐呢 哎呀 咱丞相没这样过呀 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 可以说惊奇之处所向披靡 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 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 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 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呢 又过了几天 同关的马超又在增兵 曹祖听说之后鼓掌大笑 吩咐人就在大仗之中 是白酒畅饮 同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 咱们喝呀 咱们庆贺 马超这就要快败了 大伙简直是掉的屋里屋里了 全糊涂了 喝这酒啊 简直是糊涂酒 曹祖一看 个个都在焦头截耳 列位 你们看老夫身勾高磊 不于马而接战 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 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 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 非耶 不对 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 不过一时之间 我还没太想好 那么在座的猪公 对我这个不战马超 都有些想法 请问 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 咱们今儿喝的酒也没什么事 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 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 你们给我献个测 我听听 有人就说了 丞相 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 西凉兵 缩镖很厉害 但是咱们有强功应弩啊 可以破他呀 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 嗯 不能应取 即便不能应取 那么智取 这智又何在 这时武将徐缓过来 丞相 我倒想了一个计策 不知道可不可行 哎 功名 你说说我听听 丞相 在铜关西边有一道河 叫蒲板金呢 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地由这河这渡过去 埋伏在山谷之中 切断马超的后路 承向您领兵兵去攻城 我们在后边往上子里一接应 使马超腹背受敌 我看他是极日可破呀 哎 曹操 曹操一听 功名 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 和我想的一起去了 我也想暗渡畏水 两气架工 偷袭马超 是我复得铜关 马儿必然糟勤啊 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 不能让铜关的探报有丝毫之交叉 常言说 兵无常行 以鬼仪诈为道 这话是谁说的 曹操说的 曹操住过兵书 军事家吗 他得有理论呢 什么叫兵无常行 比方说 能可以打胜 但是不打 没败 败了 能把这地方守住 不守了 你看着很紧张 实际很松弛 你看着很懈怠 实际是戒备森严 这叫兵无常行 以鬼仗为道 春秋时期 孙子住兵书说兵者 鬼道也 就是声东击西 说南去北 曹操嘱嘱咐徐晃 渡这个蒲板金可以 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 我把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让你带着朱灵领四千人马 偷渡蒲板金 老夫兵过魏河 但愿此战成功 遵令 诶 中文武一瞧 这还差不定 咱们得有点行动啊 光这么在这守着不是个事 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 然后又派曹洪去卫水河边准备船发 老夫要亲渡卫水 曹洪领的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 曹操这事做的挺诡秘 可你鬼人家也鬼啊 曹冰偷渡蒲板金 背船越渭水 马超知道了 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啊 急什么呀 按照他的想法 他想速战速决 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 兵屯同关这 离西凉路途又远 运粮也比较困难 在古代的时候啊 要是兴动十万兵啊 加上子重粮台运输济阳 后防就一切全算上 一天要浪费千金 就这一天就得一千两金子 马超几十万人拿住的同关这 曹操懂不打 所以他着急 他想急于取胜 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 这个急躁 这个兵一躁 打仗就容易吃亏啊 马超现在一听什么 曹操暗渡蒲板金 在渭水河边背船的 他要干什么呀 他赶忙把寒水给请来了 说曹操偷渡渭水 恐怕有什么诡计吧 叔叔 您在同关把守着 我把人马带出去 兵闸北烂 我看看曹操的动静 寒水一听 那哪行啊 先知啊 曹操偷渡蒲板金 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 使我们腹背受敌 手尾难过 叔父 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你不能把人马扎到北岸 那种以夷代劳的办法不行 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 游打合这边全带过去 兵叔叔半度可击吗 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 运了一半 这时会你出兵去打了 一战可取全胜 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 让曹操插翅南逃 马超立刻传令 让庞德在左 马带在右 自己居中 领精兵五千 悄悄的由铜关城中杀出来了 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 正在那会渡河呢 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 嘿嘿 曹洪真不善啊 在短短的时间内 准备了这么多船只 可谓将才啊 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 吩咐三军渡河 军校开始渡河了 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 找了一块大石 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 几百人 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 手按宝剑 看着他这些军秀渡河 正渡的一半 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 大呼 跟着船来了喊鱼杀之声 有人禀报曹操 骑兵丞相 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 嗯 莫要慌张 继续渡河 曹操像没这么回事似的 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 紧张什么呀 该渡还渡 马超离这远着呢 什么远着的呢 只听骑喽喽一声马丝啊 这声马叫好似龙金虎啸 曹军的战将 有的很熟悉马超了 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 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御龙鞠在叫 马超来了 曹操啊 坐的那会儿 微然不动 稳稳当当的 督处着他的三军渡河 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 有人禀报曹操 骑兵丞相大事不好 敌军尽在咫尺 请丞相定夺 您赶快想个主意吧 曹操把脸望下这么一尘 大胆 老夫夜渡 为谁有神出鬼没之妙 哪个敢扰乱军心 定斩不容 探报吓得打了个滚 跑了 不敢往下再说了 曹操连头都没回 还在这稳稳当当坐着 曹操怎么这么稳当 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 难道曹操不紧张吗 他相当紧张 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 他装得太震惊了 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 你看他多么悠闲 实际您可不知道 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锦子扑腾 曹操就这意思 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 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 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度可及呀 我要是一慌啊 可就糟了 马超一鼓而下 我就全军覆没的危险 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 那是为大将 古语将不畏尾呀 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 越到危险的时候 身为大将的 为主帅的 越得陈昭 稳定军心才能不慌不乱 可是文也得看个火 马超都到了跟前了 曹操还坐在这安军心呢 由于发现了西梁人马越来越近了 这曹家军孝时气暗夺周啊 争先恐后 你将我讲戏了 戏了 戏了 又有上的 又传的 又上不去传的 也有掉水里的 你瞧这乱 曹操这气 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 三军休得惊慌 能不慌吗 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 这时会儿啊 靠河边有一条大船 船上站立一将正是徐楚 徐楚一看不好 他赶忙 弃州登岸 腾腾腾 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 兵成像 贼兵一致 嗯 仲康 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 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 即便孟起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 悠悠何惧 啊 徐楚定睛一看 都看见西梁马超的帅子骑了 骑下一将白魁白甲御龙骑 手提亮银枪 那不是马超吗 还远着呢 丞相 马超就在眼前 说着徐楚用手这么一指 曹子不信呢 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啊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他一看马超离他呀 也就是一百来步吧 快走吧 丞相 说着 徐楚就把曹子给掺起来 一掺呢 没掺动 怎么回事啊 曹子这身子有点往下沉 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 有点发木 僵了 一抬腿呀 是抡右胳膊 脉右脚 一瞬天了都 徐楚心说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 不惧灯这模样吗 开始徐楚掺着曹子跑 跑了没几步啊 就改成拉的他跑了 拉的也太慢了 徐楚一看干脆我背着您得了 蹬的一下 他往下一扶身 就把曹子给背起来 背起曹子跑到河边 一看坏了 怎么了 刚才自己唱的那船呢 已经支走了 离着这河岸有一帐多远 他点手叫 叫也来不及了 船上有好多军校 乱糟糟的也听不清楚 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 在河边这过久 耽搁马朝 已经到了跟前了 徐楚这么一着急 干脆 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 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 俩腿一绷进 蹭 搜 蹦 蹦到船上去了 我的个天 徐楚那块 仲凯在身 身后又背着曹操 那曹操不是皮包骨 骨外一张皮 胖伦敦浑身上下全肉 曹操进来也是满松心的呀 俩人搁一块 四百来斤 落在这船上了 这船能受得了吗 许楚这一砸身一头尘呢 您再看那边 二多人 批的扑通 批的扑通 像下馄饨似的 全掉河来了 就差那么一丁点 这船就够了 幸亏 许楚往前这么一抢身 他找了个平衡 这船 这才稳定了一点 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 这谁呀 怎么好么单样的往船上扔墨盘呢 注目一看 不是 是活人 本想吵闹两句 仔细一瞅啊 是大将许楚和丞相 吓得谁也没敢言语 掉到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 都想往船上爬 全正命啊 撇了扑路都扒船 许楚一看这怎么能行啊 怎么他们扒的那船又要翻个 气得许楚 抡起手中短刀 咔咔咔 一气乱砍呢 哎呦 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 许楚吩咐开船 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 马超看得很清楚 又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 马超传令给我开弓 放箭 乱箭齐发像雨点冰雹一样 目标集中啊 就是徐楚曹操飞这条船 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 都给射死了 西连的弓箭手真厉害 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扶身 啪的船上 俩手抱着徐楚的大腿 那脸呢 往徐楚脚面上这么一贴 嘿 跟一只小猫似的 您瞧曹操这惨像 刚才按键挺身 坐在岸边石头上 那派头呢 全没了 徐楚啊 着了慌了 怎么 这水手都落水了 这船他不稳当了 滴溜溜在水面上 一个劲儿只打雪啊 既得有撑船的 还得有掌舵的 徐楚要顾了掌舵 没人撑船 顾了撑船 没人掌舵 现在徐楚看自己 架着的这只小舟 干带这转摸摸 不动地方 他可着了急了 如果要是徐楚自己 他就不慌了 因为曹丞相在船上 而且敌军列于岸上 弓箭到现在 一刻不停了 还往这射着呢 徐楚一着急 哎呦咔嚓 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 他两腿一用力 肩背这么一摇 哎 这船稳当了 走直线了 把舵掌住了 然后徐楚是右手撑狗 左手举着马鞍子 举马鞍子干嘛呀 给曹丞相避剑呢 这时候徐楚啊 是奋神威啊 驾小舟 奔对岸 这边岸上的马超是盯准了不放啊 他们手里都银枪这么一摇 那意思 你们集中所有的弓箭 就给我往这小船上射 一定要把曹丞给我射死 哎呀 就一眨眼的工夫儿 徐楚手里那马鞍子 那箭都射满了 跟刺尾一样了 此时徐楚身上也重箭几十支啊 好不容易徐楚才把这只小舟摇到对岸 他们马鞍这么一扔扶着曹丞上岸 曹丞站起身来转过脸来一看 眼圈都红 怎么看徐楚为我 身中数箭 徐楚微微一笑 丞相 您不必为我担忧 请您整顿人马 在此守候 我杀回去 我定取马超手计 陷于丞相的面前 马儿特意猖獗 徐楚今在丞相面前若不灭此贼 势不为将 我就不配是您手下的上将 徐楚要裸一 战马超 赞 谢谢大家